住在中華市的市長很幸福 市公所占對70歲以上市長 發紅6,000元的巡捷經濟禮金 今年總共有23,492名的中部 可以收到這個大紅包 以及在新歷的1月15號發紅 已經在第23年發紅的經濟禮金 年末70歲以上的中華市民 有6,000元賺錢而已 來 請用地 謝謝喔 哇 謝謝 謝謝 紅包 給你健康十百年 感謝你 感謝你從中華市的公園 謝謝 謝謝 鳳妍 謝謝 總共發紅有23,492位的中部 正義是在我們中華市10%人口 我們中華市的金額是一億4,092萬 說起來是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財政負擔 市長的認識很表示 今晚禮金 除了是做好老人好利以外 還是豐盛好得倫利 更重要的是 對中債關懷和照顧 雖然公園財政不是非常好 加上今年中華市有很多大建設要做 不過這條錢也是要花 我們還是會控制財政 一定會 還會 一定會控制在 可以如期發放這個淨導聯資之下 去投資這個硬體的建設 中華市公園之下 今年到的金額雷金 已經一月十五號 在國立辦公室當不發紅 設置在中華市某六年的中部 總共有23,492位 70歲以上的中價 可以領到6,000塊的銀包 和一分等收密刷 到中華新聞 中四亮 中華蔡宏報道